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花了眼也没有找到女儿的名字 而失败的原因竟然是拉吉和米塔不是真正的上流人士 说白了就是拼爹拼不赢 拉吉气了 我这么努力才从穷小子变成老板 现在却因为这儿不给女儿一个好的学习机会吗 天无绝人之路 拉吉无意中知道 学校会固定分配给穷人一定的名额 他们找到一个大胖子 打通关系造假了一份贫困证明 但是学校突然严查造假 要挨家挨户的去家访证实 为了把戏做得更全套 他们用几家搬迁来到一个真正的平民区 与学区房那些冷冰冰的邻居们不同 他们很快就在这里认识了一位善良热心的大叔 习惯了幽悦生活的一家人 在这个水都无法完全供应的地方很不适应 大叔便将他们平民区的生活智慧 大叔有个要上学的儿子 和拉吉一样 他也在争取好学校的入学资格 两家人目标一致 互帮互助 女儿也在这里交到了很多朋友 这里的小孩子们很真诚 不会因为你家里有钱没钱而区别对待 学校派人来检查的时候 拉吉一家人与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完全没有两样 他们通过了审核 最终他们的女儿如愿隐藏得到了入学机会 而穷大叔的孩子却遗憾地落水了 拉吉心里很愧疚 因为他占了真正穷人们的名额 带着这份愧疚 拉吉搬领了成人区后 他找到大叔家儿子就读的公立学校 看到这里虽然破旧简陋 条件艰苦 但这里上学的孩子们却聪明活泼 完全不比私立学校差 拉吉出钱赞出了这所公立学校的孩子们 希望他们能一样享受良好的教育 不仅如此 他还去学校向校长坦白了一切 但是 之前一派教育慈善家送风的校长 却在此刻露出了真面目 他根本不在乎教育公不公平 受穷人的孩子只是为了名声 有钱人的孩子可以给学校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 他早就知道拉吉做的一切 因为那些黄牛其实就是他的人 知晓了这一切真相的拉吉 看到了富人的虚伪和穷人的善良形成的鲜明对比 他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 当中揭穿校长的行径 并带着女儿去上普通的公立学校 这部电影确实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问题 谁都不想让孩子顺在起跑线上 阶层固化带来的危机 直接让教育成了所有人的焦虑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像一根鞭子鞭打在家长们身上 怎么才能摆脱这样的局面 谁知道呢 我只知道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那么漫长的征途 何必在乎起跑线是否领先几秒 好了 本期的貂蝉料电影就到这里了 看都看完了 你确定不关注我吗